各位朋友大家好 8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释放出非常明显的礼上席下的信号 来自国内的朋友都认为习近平倒战下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因为身在国内的人呢 他根据自己的感受很容易做出习近平不可能连任的判断 可是奇怪的是在海外的中文圈却弥漫着习近平铁定连任的信念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多人迷信外国媒体 他们认为外国媒体都说习近平铁定连任 那外国人说的话是不会错的 所以习近平必然铁定连任 其实呢也没有一家外媒说习近平铁定连任 他们只是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们认为习近平将会连任 可是中国人不适应外国媒体的表达方式 他们把外国媒体的观点就当成了事实 作为习近平铁定连任的证据 比如说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预计届时习近平将延长作为他最高领导人的任期 打破其前任任期十年的先例 这么说只是表达了华尔街日报的观点 他们预计习近平将打破先例连任 他并不是说习近平铁定连任 再看法新社的报道 法新社说中共二十大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 应该能让习近平赢得续任中国领导人第三个任期 这么说也只是表明了法新社的观点 他们认为习近平应该赢得第三个任期 也并没有说习近平铁定连任 再比如说德国之声说 人们普遍预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二十大将打破先例开始期第三个任期 这里面说的人们当然就是指的西方媒体 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媒是不可能谈论习近平是否连任的问题 顶多放一些风声让人们去猜测 没有一家中国大陆的媒体明确说过习近平将连任 中国的网民更是不准谈论习近平嘛 更不能谈论习近平是否能连任的问题 所以这个德国之声说的 人们普遍预期习近平将连任 这个人们不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人们 只能是西方的人们 顶多包括一些海外华人 因此德国之声也就是说 西方的媒体普遍预期习近平将连任 并没有说习近平铁定连任 再比如说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共党内人士称 中共可能也会正式受以习近平人民领袖的称号 这将与毛泽东伟大领袖的称号相呼应 并巩固习近平寻求与毛泽东同为中国最伟大政治家的地位 华尔街日报只是转述中共党内人士的话 说中共可能会授予习近平人民领袖的称号 这并不代表华尔街日报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这里说的中共党内人士 很可能就是习近平的马仔嘛 他们就故意向海外被料说是习近平铁定连任 如果把这些习近平的马仔向外放风 说他铁定连任 作为习近平连任的证据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再进一步说 西方媒体的分析或者报道就靠谱吗 我们回顾一下六年前2016年美国大选 当时西方媒体都普遍认为希拉里铁定当选 川普根部没喜 我们回顾一下德国之声当年的报道 在大选前 众多美国主流媒体就已深信不疑 希拉里克林顿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川普当总统 这对于很多新闻界人士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民意调查专家和各大媒体完全没有料到 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 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如何解释呢 当时人们就批评西方大媒体的记者 说他们是象牙塔中的记者 新闻学者沃维指出 此次美国大选结果显示 美国大媒体失去了与国人的联系 记者们生活在象牙塔里 他强调 在传媒中心 记者们在工作地点上就已经被屏蔽在民众之外 打交道的尽是同类 政界人士或学者 具备某种程度的专业性理性和共同交流的风格 传媒人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 那么现在西方大媒体的记者 其实还是象牙塔中的记者 他们报道中国的政治 他们的消息来源 都是和他们自己具有相同观点的同类 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去采访 那么西方媒体的记者认为习近平会连任 他们就会去采访那些跟他们观点相同的人 就是去采访那些认为习近平会连任的人 至于那些认为习近平不会连任的人呢 西方媒体记者他们根本不去采访 所以可以预计当二十大结果出来之后 西方媒体又会再来一次惊讶 为什么绝大多数西方媒体会误判习近平连任呢 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判断事情不要被西方媒体误导 千万不要认为西方媒体都是一些神仙 对西方媒体的报道不要盲目相信 那么观察中国的政治啊 一定是要看大局 就是不要被一些小的枝节所遮挡 所谓一夜账目不见泰山 那什么是大局什么是枝节呢 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在8月30号 王沪宁在全国公务员表彰大会上讲话说 广大公务员要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 带头学懂弄通 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也就是说呢 王沪宁这里再次提到 两个确立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这些呢 都是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所以人们 就是一些人呢 就根据王沪宁讲话中 再次提到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就认为习近平连任 稳了 而新华社发表的8月政治局会议通稿 其中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两个确立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都不见了 也就是全被删除了 那显然呢 8月政治局会议通稿和同一天 王沪宁讲话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稿 只字不提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之类的 可是呢 王沪宁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特别再次强调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也就是两者完全是不同调的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相信谁呢 显然呢 应该要相信政治局会议 而不是要相信王沪宁 因为政治局会议是代表的大局嘛 王沪宁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说法 就是一个知节 也就是说 党中央已经取消了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这些政治口号 这就是一个大局 而王沪宁等人和党中央唱反调 继续喊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这是一个知节 是掀不起大浪的 所以我们要看大局的话 就不会从王沪宁的讲话中得出结论 说习近平连任稳了 再看一个看大局的新闻 就是有消息称呢 中共湖北省前书记英勇 被传出要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主副书记 并且有望在明年三月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英勇是习近平的亲信 外界一度预计他在中共二十大将晋升为中央政察委书记 可是在今年三月 英勇意外的就是卸任了湖北省委书记 转任全国人的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被视为是退居二线 如果说英勇在明年三月出任最高检察长 也就是他就会由正部级升为副国级 就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一些人看到这个消息又说习近平的亲信英勇要升官了 这就说明习近平的连任稳了 如果这么看的话 他又是不看大局只看肢解 首先如果是英勇从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党组副书记 这就是一个评级调动 并不是升官 如果是英勇明年三月能够升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这才是升官 问题是英勇明年三月能不能真的升到最高检察长 都是明年的事情 现在你只是一个预测而已 并不是一个敲定的事情 把一个英勇有可能在明年三月升为最高检察长的一个预测 来作为习近平铁定连任的证据 显然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从大局来看 习近平能不能连任和英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即使英勇要当最高检察长 那也是明年三月的事情 而现在习近平马上十月份就要面临连任问题 根本就是原水解不掉尽可 所以从大局来看 英勇能不能在明年三月升任最高检察长 跟习近平能不能连任 根本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人说呢 中共党内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反习近平势力 如果有的话 在2018年习近平修宪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阻止习近平修宪了 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一个显然的教条主义 它就忽视了时间的因素 在2018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国内外矛盾问题还没那么严重 习近平通过反腐树立起来一定的权威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呢 反习势力很难联系到 就是联合到足够的力量来反对习近平修宪 比如说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 只有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 当时还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的惨事 所以彭德怀就轻易被毛泽东斗倒了 但是到了1962年7000人大会时候 那时候中国已经饿死几千万人了嘛 全党都开始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了 所以也就把毛泽东逼得退居二线 如果说1962年反对毛泽东大跃进的人 他们为什么不在1959年的时候 跟彭德怀一起反毛泽东呢 如果有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一个很可笑的教条主义了 如果现在习近平能够把中国 保持在他的内外环境和2018年差不多的情况 那么习近平的连任尚有希望 可是这几年习近平自己瞎折腾 就搞砸了整个中国的内外环境 这时候习近平还想连任的话 就已经再也回复到2018年那个情况了 再说呢 中国的宪法就是废纸一张啊 没有任何的约束作用 谁想修宪都不难 而中共党内自己的党规 自己的规矩 那可比宪法级别高多了 习近平要想修改中共党内的规矩 跟修改宪法难度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所以呢 把习近平修宪成功 认为习近平就可以铁定连任的证据 那更是一个不靠谱的教条主义 也有人说呢 现在习近平的亲信 很多都占据了重要的职务 所以习近平铁定连任 比如说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中主部部长陈希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等等 但问题是习近平的这些亲信 他们在习近平是否连任的问题上 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连参加北戴河会议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在习近平连任的问题上 他们这些亲信还真是帮不上忙 他们顶多喊一喊拥护习近平的口号 发表拥护习近平的文章 但这些都是掀不起大浪的小水滴 那些中共的政治元老们 对习近平的马仔们 喊这些拥习的口号 写这些拥习的文章 不过就是当一个笑话来看 他们根本改变不了习近平是否能连任的问题 因此习近平的亲信好像看上去人很多 也占据了不少中央位置 但在习近平能否连任的问题上 他们完全没有发言权 人再多没用 总而言之 现在中国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 不少习近平的马仔跳得很高 他们发表各种拥戴习近平的讲话或者文章 但这些都是枝节 它不是大局 大局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 取消了两个确立等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而中央政治局在习近平谋求连任的关键时刻 取消了拥护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本身就是中央政治局表态 他们不支持习近平连任 既然中央政治局表态不支持习近平连任 那习近平要连任除非是发动政变了 否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了习近平交班下台 也不一定就是他要把党政军三个职务 就是说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全部交出来裸退 也可能会保留一两个职务 比如说国家主席或者军委主席 但是最关键的中共总书记职务 习近平是不可能保留的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